你知道原始世界有多危险吗 这个原始人正在抓鱼 突然一条鳄鱼从水里窜了出来 血盆大口就想吞了原始人 只见他纵身一跃躲过巨鳄的攻击 潜入水中躲在巨石后 等巨鳄走远后 慢慢地浮出水面 原始人叫强子 应对危急死伏的史前世界 就是他的生活 强子背着自己的鱼回家 走到半路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条黑影从天上掠过 他毫不犹豫地将鱼扔进了旁边的树洞 自己也钻了进去 原来是一头翼龙闻见了鱼腥味 强子躲在树洞上方 用四肢支撑着身体 一旦被翼龙发现 他就完了 寻觅无果 翼龙大吼一声后 扇动着翅膀飞走了 在确定安全后 强子爬出树洞 扛起自己的鱼继续赶入 眼看就要到家了 走着走着 他突然停下了脚步 是食肉龙的脚印 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这时家的方向传来了凄惨的叫声 他赶紧扔下手中的鱼 朝着家的方向飞奔而去 他拼命的奔跑 可还是来晚了一步 当他赶到的时候 一只暴龙一口将他的妻子吞下 随后是他的两个孩子 看着眼前悲惨的一怒 强子暴怒 这几只龙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不过巨大的战斗力差异 强子冲了上去 哈 能报仇吗 这个原始人也太猛了 一个人大战三条暴龙 灵活都躲过暴龙的攻击 快速将暴龙身上的长矛扒了下来 原始人站在岩石上 一一敌三摆开架势 随之突然一声大吼 叫走了三只暴龙 天哪 三只强大的暴龙竟然只是幼崽 他们的母亲得有多么恐怖 望着远处巨大的身影 强子绝望了 回到家 地上的篝火还在燃烧 可妻子和孩子却已经被暴龙吃掉了 原始人强子心灰意冷地抹去墙上的话 独自一人来到悬崖边 他不知道自己生存的意义 然而就在他准备跳下悬崖的那一刻 他犹豫了 这是他度过最寒冷的夜